面对少子化影响 前几年许多县市为办理国小教师征选 而今年台北市则希望将国小代理教师比例 从原本的6.89%降低到5%以下 提升教学品质 因此开大缺将招口280人 更创下五年新高 顾及到说家长对我们的教师的 等于是素质的一个要求 其实我们台北市是要求的非常高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降低我们的代理老师的一个比例 能够尽量让我们的老师都是正式的老师 所以我们在今年也就开的比较多一些 另外相隔12年之久 没有招口教师的宜兰县 今年也开缺10位教师员儿 但开缺因素跟直辖师不同 主要是因为教师退休 年龄逐渐增加 担心出现教师断层 想要透过招口注入新鞋 目前的一个老师的年龄的增长 那我们怕说接下来 如果老师还有退休的状况 那如果没有逐年的一个禁用 怕这个整个一个断层会加大 那所以我们会 从今年开始我们会把 教师征选的一个 就是这个作业会陆续禁用 那但是那个名额每年 应该都不会太多 对于县市开缺 长期关心教育的 立委中嘉宾认为 多少能改善流浪教师问题 但对于财政丰厚的县市 往往叫农业为主的县市 有能力多开缺额 造成偏乡地区仍有许多代理教师 城乡差距更大 委员提出带用教师 在职教师退休教师 应该要跨市代 甚至跨城乡 跨中央地方层级进行对话 才有机会扭转教育政策 另外对于超额教师 可以扩大教师们教育服务对象 不是仅限于学校 要善用教师才能 就我们在Lulu台湾市采访不到 未经济费调佳水